他凭借着过人的社交能力 从一个不入流的蛊惑仔 一步步走上了上流社会 在利用所结交的人脉网络 为自己赚得亿万家财 他很能花钱 因适度成性 在短短的五年里输掉了六个亿 但他又很能赚钱 凭借自己赚钱的本事 一直没倒下 因适度成性 因此有了黑到最能赚钱的男人的美誉 他曾到澳门闯荡 却在澳门教父崩崖居的手底下败下阵来 回到香港后 他靠着倒卖山寨光盘 不仅自己日进抖金 还带着社团重返巅峰 成为香港第一大社团 他自己也成了社团的龙头老大 他就是江湖人称上海仔的郭永弘 上海仔 真名郭永弘 于1958年出生于香港的旺角 虽是被人称作上海仔 其实他不是上海人 他的祖籍是福建的福州 他父亲曾经到上海做过服装生意 后来搬到香港定居 因此被人称作上海老 上海老势度如命 闲暇之余都在赌当里 儿子郭永弘自幼受其影响 不愿读书 12岁辍学 不是和街头古惑仔混迹在一起 就是流连在麻将馆与赌当之间 两父子的情况 可见上辈子对下辈子的影响力有多大 不过呀 上海仔势度如命是不对的 虽然自己改不了 但是他还是要求儿子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因此郭永弘经常被父亲棍榜加身 有时候邻居都看不过去了 还来拉架 以至于后来呀 郭永弘不得不回到学校重新拿起了书本 曾经与周星驰合拍过 他来自江湖的梅小慧 此时和郭永弘同住在一栋楼 他对郭永弘这个大哥哥的记忆也格外的深刻 不过呀 郭永弘回到学校读书 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无时无刻都想着到赌当里放手一搏 父子俩的故事 在望角成了一段佳话 父子俩经常出入赌当 难免会被阿萨抓到 因为这是常事 郭永弘又懂得交际 很快就和阿萨们混熟了 也因为父亲的外号 从此他就被戏称为上海仔 这外号在日后也跟着他叱咤风云 那时候的香港黑道风起云涌 整个望角都在圣河造王者国华的掌控之下 郭永弘在此地混迹于三角九流之间 没多久就成了国华手底下的一员 1973年 郭永弘再次输学 15岁的他到了弥尊道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当起了马仔 主要的业务就是替客人停车 在很多人看来 服务员算是底层的工作者 但实际服务员也分三六九等 如果在小饭店里当服务员 接触的自然是比较多的平民 而高级酒店的服务员就不同了 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有钱有势的人 常言道啊 360行行行出状元 同样是当服务员 能否抓住机遇往上爬 这除了运气之外 还得靠个人的能力 在这方面 郭永弘绝对是出众的 那年头李小龙的电影 风靡全国 郭永弘对他极为崇拜 为了致敬这个偶像 他剪了个和李小龙相似的发型 虽然家境不怎么样 但他的衣着必须比挺 这副与众不同的形象 让他在众多拨车小弟里面 鹤立鸡群 来酒店用餐的达官贵人 对他也是印象深刻 直到现在啊 他的发型依旧不变 常年的中山装和太阳眼镜 让人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是他 郭永弘的形象 很快引起了达官贵人们的注意 很多开着豪车到酒店里吃饭的富豪 都喜欢指定他来为自己停车 他为人精明 善于交集 很快就攀上了高枝 与不少富人打起了交道 在有了广迈的人脉之后 他找准自己的方向 开始展现出他的经商才能 这最开始啊 郭永弘靠着当黄牛党大转特转 手底下也聚集了一帮马仔 因为他有赚钱的能力 社团里的大佬们对他刮目相看 郭永弘在社团的地位开始水涨船高 在江湖上也是越来越出名 慢慢的他开始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游走 很多时候同样的东西摆放的位置不同 被人理解的程度也不同 比如一块大石头 放在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人会在意 甚至有时候还会被人嫌弃爱事 一脚踢肺 同样是一块大石头 放在博物馆里 旁边写着 这是地球出生以来就有的石头 经历了好几亿年 那世人看待他的眼光就不同了 郭永弘进入了上流的圈子 也是一个道理 当然了 他是有足够的能力 才能在这地方站稳脚跟 1989年 何鸿燊对澳门赌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推出了包厅制度和叠马制度 许多人靠着这两种制度 赚得是盆满钵满 黑道江湖有不少人也看中了此件的商机 一时间群雄并起 郭永弘自然也不例外 他带着社团的马仔越近豪江 为社团当起了先锋关 那时候的澳门江湖 还不是崩牙局一个人说的算 何鸿燊的左膀右臂 杰世伟也是个狠角色 当年崩牙局是靠着杰世伟的提拔 才有如今的局面 不过后来崩牙局做大了 渐渐不受控制 杰世伟生怕自己江湖一个的位置不稳 便三番五次地借助外地 试图以此来压制崩牙局 而郭永弘的到来 便是受到了杰世伟的邀请 杰世伟给了郭永弘玫瑰赌厅 他想的是用郭永弘的能力 来牵制崩牙局 而郭永弘想的 则是靠着赌厅大转特转 两人的目的虽然不一样 但却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有了杰世伟的照顾 郭永弘赶紧动用自己的关系 认作于宝珠的义子 富商林剑岳成了他的义兄 有了这些强硬的靠山 郭永弘很快又结识了一批富豪 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他赌厅的潜在客户 可郭永弘的到来 崩牙局不乐意了 在玫瑰赌厅要开业当天 崩牙局靠着自己的江湖人脉 把赌厅的经营权 从郭永弘手上收了回来 这下郭永弘挤了 他可是拉了一大批土豪 过来给他助威的 如果这个时候赌场没有开业 岂不是要被所有人耻笑吗 因此郭永弘和崩牙局 展开了一场笑量 但毕竟崩牙局是地头蛇 当地关系比郭永弘硬得多 郭永弘只能干败下风 垂头丧气地返回了香港 当然了 郭永弘也不知就这么算了 他暗中结交崩牙局的死敌 水防赖 这个水防赖 原本与崩牙局是发小 后来经过街市委的挑拨 两人在利益的冲突下 打得你死我活 后来崩牙局被捕 水防赖则成为了澳门 最具权威的江湖大佬 垄断了蝶马仔行业 也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水防赖与郭永弘的关系 还算不错 90年代 正是香港影视业蓬勃发展的时候 CD VCD成为香港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但是啊 有了机器 还得有光盘才能播放 但是光盘的价格昂贵 并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 从本质上来说呀 做生意就是别人有需求 咱们刚好能满足需求 郭永弘看准这个空档 立刻着手制作盗版光盘 比起正版的光盘来说 盗版光盘确实是物美价廉 因此风靡一时 在高峰时期 他手底下超过一百多个店铺 合作的店铺更是超过一万个 那个时候的社团 一天比一天没落 郭永弘所在的 和胜和社团也是如此 不过呀 郭永弘在赚快钱的同时 也带着社团的兄弟们一起上 如此一来 他很快就把社团带上了新高峰 日后也因为这一点 他坐上了社团龙头坐管的宝座 不过呀 郭永弘嗜赌成性 这一点有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因此前来得快 去得也快 按照他自己所说的 从1989年到1994年间 他先后输的钱 差不多得有六个亿 由于实在是太能赚钱 因此输掉普通人认为的天文数字 他也依然屹立不倒 1998年 嚣张跋扈的崩牙剧被捕入狱 判了13年 郭永弘见机不可失 再一次踏足澳门的赌厅 没有了崩牙剧的牵制 郭永弘立刻与英皇的杨寿成 传媒巨头东方马联手 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惠郡赌厅 吸引了不少有钱人前来支持 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年的年末 正好和圣和座馆换届 社团要选新座馆 社团的叔父辈们 一致认为郭永弘能担此大任 在叔父们的大力支持下 39岁的郭永弘 成了社团龙头座馆 直达人生的巅峰 在郭永弘当座馆的两年里 他不仅带着社团继续壮大 还像原来只会看场收保护费的社团 带往商业领域发展 使得和圣和在江湖上的影响力 甚至超越了新一安和14K 也因此他被道商人誉为最会赚钱的男人 有了江湖地位之后 以前称他为上海仔的人 再也不敢当面这么称呼他了 大多数都叫他上海哥 郭永弘为人处事掌握的极有分寸 不少跟着他的马仔都称赞他为人豪爽大方 每次出去吃饭都由他付钱 没有半点架子 1999年 电影明星美小慧的爸爸去世了 郭永弘特意来给小时候的一个邻居送中 按照美小慧的说法 郭永弘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但是对他们这些街坊邻居依然很友好 偶尔在一家咖啡馆里遇见美小慧的妈妈 都会上前寒暄几句 要走时还会帮忙买单 除此之外 郭永弘发财后仍不忘为社团做贡献 连花田喜事中的太后扮演者 李湘琴都对他赞不绝口 郭永弘于2000年作馆任之期满 但是他却想继续连装 故而拒绝交出账本 这事在社团里闹开了 在电影《龙城岁月》中 邓伯力排众议清点阿乐担任作馆 以此维持社团的平衡 而大帝则是花钱收买了社团众位的叔父 最后没能连装 而不肯交出龙头棍 其实就是暗示了这件事 郭永弘没能继续连任作馆之位 但也并不影响他的事业 此时的他资金充裕 把目光投放更具发展潜力的内地市场 他觉得内地市场的投资环境很好 与不少人有合作 开发度假村 搞酒店 搞高尔夫球场等大型的项目 也在投资中 他在内地建立了不少的人脉关系 郭永弘在娱乐圈也有很多的人脉资源 2002年与李小田合作创办了一间酒吧 李小田便是《万里长城永不倒歌词》的作者 2004年 郭永弘进军影视圈 成立了星月明星经纪公司 手底下的明星有不少 比如樊少皇的妻子贾小陈 比如陈山聪 比如唐宁 比如叶韵怡 比如吴允龙等等 不过他并没有很注重影视圈的发展 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作品 2005年 《九龙建业》为收购伊丽莎白大厦 那时候已经下了定金 眼禅伊丽莎白大厦已久的公务大王刘根山 对此感到无奈 此时郭永弘为刘老板排邮解惑 发挥自己的能力上门与九龙建业谈判 最终游说成功 九龙建业放弃收购 刘老板以14亿8千万的价格 顺利买下了伊丽莎白大厦 在为刘老板赚钱的同时 郭永弘也从中获得了一个亿的提成 仅凭一张嘴就挣了一个亿 也是没谁了 同年啊 郭永弘过生日的时候 他的搭档东方马在现场 点了20多位客人 给他们每人80万元红包 把现场的气氛推到了高峰 也算是给郭永弘一个面子 然而这种美好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 郭永弘依旧没有改变自己嗜赌如命的恶习 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大的遗憾 2012年 郭永弘的赌厅账面上亏损了10个亿 这让所有的合伙人都怒不可遏 赌厅本来是有盈利的 可郭永弘却自己好赌 输了就挂在账面上 也就是赢了自己拿走了 亏的就大家一起扛 在那个时候 郭永弘开始成了股东们的眼中钉 后来啊 郭永弘在半岛酒店喝茶时 遭到了几个蒙面大汉的袭击 在铁莲花的攻击下 郭永弘必无可避 脸被划伤 在那之后啊 郭永弘只能远走他乡避难 浪迹天涯 一次啊 郭永弘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生于香港 将来也会回到香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